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人疯狂想念一个人会有什么表现呢 很多时候人们会用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去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 再美好的生活因为见不到你也是度日如年 虽说男人对于感情的表达更直接 但也不会贸然地说出口 过于直接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 一方面是担心自己的爱被拒绝 毕竟成败只在一念之间 另一方面是担心被玩弄感情 总得先去了解一下 哪怕是更主动的男人 内心产生了想念之后 也不会用频繁的联系表达感情 而是会用这样的方式 引起你的注意 察觉你的内心 然后再去表达爱意 当男人思念一个女人 未必会频繁打扰 但他一定会做以下几件事 深更自己 真的爱一个女人 不是一时的情动 而是一生的情浓 会规划自己 规划未来 想要给对方幸福 靠自己的实力被他遮风挡雨 男人的担当 是一种深情的表现 越是在乎 越是紧张 越是担心失去 越会不断完善自己 增加信心 电影《后会无趣》中 有句台词是这样说的 喜欢是放肆 而爱是克制 一个深爱你的男人 不会每天都频繁联系你 即使他很想念你 也会选择克制 他不会口蜜腹界 整天和你说情话 而是会努力打拼事业 因为他想给你 更好的生活 爱你的男人 会陪伴你 包容你 他振你冷暖 也懂你悲欢 同样 他知道自己 肩负着责任感 他想和你白头偕老 所以现在才拼命努力 很想念你的时刻 男人无法陪伴在你身边 他认真工作 把很多时间和精力 都放在了事业上 你要知道 他努力打拼 正是爱你的证明 对你的动态特别关注 相比于女人而言 男人的想念会更加含蓄内裂 很多心里话都不好意思说出口 但他会一直在背后默默地付出 小心翼翼地呵护 用心经营着你们的感情 都说想念是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 却是如此 男人一旦开了想念的闸口 就难以受住 恨不得立马出现在你面前 可生活中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 让两个人无法立刻见面 但他一定会找到合适的时机来见你 当然 也会有特别想要联系你的时候 但懂事的男人 会为你考虑很多 担心自己迫切想要联系你的心情 对你来说是一种打扰 因为他是真的在乎你 不想打扰你的工作 生活 更害怕给你带来不好的影响 所以他会去翻看你们的聊天记录 回忆你们在一起度过的欢乐时光 也会经常看看你的朋友圈 当你发了新的动态 他一定会在第一时间点赞 有时候还会进行一番走心的评论 如果此时你恰好回复了他 那他一定会心细若狂 如果没有 虽然会失落 但也不会计较 毕竟他关注你朋友圈的初心 只是想了解你过得好不好 以解相似之苦 你若开心 他也就开心 你若是难过 他就会逗你开心 从另一方面来说 他也是想引起你的注意 想让你在闲下来的时候 主动和他联系 对于男人的这些小心思 你可别傻傻地不明白 对你薛寒问暖 主动关系 埃拉曾说过 若一个男人问你在干嘛 就是在明确地告诉你 我想你了 但我却认为 男人日常生活中对你的关心和叮咛 才是真正想念你的表现 相爱的两个人通常都会在一起 但难免也会有分开的时候 在分开的日子里 若是他没有明确地对你说过我想你 但关心却从未少过 那么不要怀疑 他一定是非常想念你的 想你的话 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表达 只好化作一句句地叮嘱 因为不能在你的身边亲自照顾 所以只能一遍遍地诉说 让你好好照顾自己 对于爱你的男人来说 没有什么比你的健康更重要 即使你嫌他烦 他还是会一遍遍地提醒你 细节最能体现一个人爱你的程度 想念也是如此 虽然没有说出我想你这里直接的话语 但做的每件事情 都是想你的表现 手机里永远有两个城市的天气 由于会提醒你带伞 天冷会告诉你加一 有多想念你 就有多关心你 若你苦苦执着于他没有直接表达想念 并为此和他闹矛盾 那真的是得不偿失 毕竟 真正爱你的男人 不会经常把我想你挂在嘴边 而是会真正地去关心你 所以 你要学会在感情里用心去感受他对你的想念 当你能真正感受到他对你的想念时 你就会明白自己有多幸福 偏爱维护 当你真的在意一个人 是会给他偏爱的 容不得别人说他不好 听不得他人把他议论 甚至 在异性朋友说他的错误 会第一时间怼回去 不给他人挑拨的机会 男人的维护是一种偏爱的证明 在乎他 信任他 不会因为他人的三言两语动摇 这样的男人 最是让女人安心 男人真的思念一个女人 会对他了解 把他维护 以他为谢 知道他想要什么 并为之努力 想念 就是不管在哪里 在做什么 都会想起那个人 当男人疯狂地想念一个人 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 就会想要有所行动 突然出现在你的公司楼下 接你下班 送你一份小礼物 让你高兴 为你做一顿爱吃的饭菜 满足你的口腹之欲 因为爱你 所以想给你最好的 打心眼里希望你开心 即使自己付出全部 都在所不惜 张爱玲曾说 生活需要仪式感 仪式感能唤起我们内心 自我的尊重 也能让我们更好的 更认真的去过 属于我们生命里的每一天 不仅仅是生活 感情也是如此 男人疯狂想念一个人 不会平凡联系 而是会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你 因为深深地惦记着你 所以才会总是想给你准备惊喜 想给你这世间最好的一切 这些都是深爱你的表现 当一个男人经常给你制造惊喜 他不仅是想念你 更是爱着你 男人若真的爱你 他对你的肆虐 一刻都不会停止 但他不会平凡联系你 而是会有这些举动 给你安全感和幸福 一个人是真心爱你 还是假装爱你 真的很明显 余生 你要和值得你爱的 那个人在一起 余生 愿所有努力的男人 都能说或说过 愿所有懂事的女人 都能得到幸福 愿所有相爱的两个人 都能如约一场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灵眼希望大家都能怀着最大的善意 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进行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